57. 東方日報 食署縱容外判車亂波 2015年7月8日港民A06外判車公然違波 食環署被指縱容 有市民發現紅磡大亞街禁區位置每日早上均有大量食環署外判商車輛為例停泊 嚴重阻害交通,令其他車輛需無險逆線行駛 為食環署警聲稱未有發現任何違反合約條款情況 立法會議員懇批食環署未有做好監察角色 建議應在外判商合約定立細則並撤扣分制 對違規外判商予以處分,甚至力入黑名單 已收了客之效 紅磡大亞街兩旁軍博有大量食環署外判商車輛 紅框、微博、陳先生指大亞街近紅磡 H. 路斷於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立位禁區 不過,每日早上更八時軍堅駁滿食環署外判商車輛 陳指上指屬雙線行駛路斷,並設有威標駁位 加上早上屬繁忙時間 駕駛人士洗經時需無險越線行駛 擔心移生意外 他,每天都搏兼滅 等到八點零時開工才洗走 是否做食環養 大曬,喜歡點搏就點搏 其他車輛被迫行對頭線記者增兩次到場試刷 軍發現大亞街近紅磡 H. 兩旁搏有約九部食環外判承辦商車輛 其他車輛洗經時需待對頭車輛過後再易線行駛 直至早上八時許大批工人陸續上車出發後 馬勞此回復暢通 記者首次試刷時又發現近大亞街的警察管理徵有警車停泊 為未有對圍泊車輛執法 而第二度到場時則見警方於外判商車輛洗走後才到場 食物環境圈缺P 以發言人承認,接獲轉介後增派員巡查 發現有外判承辦商車輛於上指停泊 為未發現任何違反合約條款情況 不過,該署已去信有關承辦商提醒需遵守道路交通條例 並將投訴個案轉介警務署跟進 警3月發240定額罰款警方發言人證實 發現有關車輛停泊在表位內 根據紀錄,今年首五個月增接獲一宗相關投訴 為警方到場前有關車輛已離開 發言人又稱,過去三個月於上指增向圍泊車輛發出超過24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食環署不能夠話母違反合約就算 這樣是不負責任 他,應該督促外判商依法例做事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圈繁委員會委員王國興認為 雖然違規車輛屬外判公司 為有關車輛卻為政府工作 將直接影響政府聲譽 建議食環署與外判商簽訂合約時可訂立相關細則及設立 扣分制 若有關外判商違反則受到處分 甚至力入黑名單以增強阻嚇力 而警方亦應一事同仁,加強執法 決不能因為外判商為政府工作而置之不利 投訴組